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印尼的恐怖片 第三只眼睛 影片一开场 大眼妹一家人搬进了一幢刚刚购买的 环境特别好的别墅 四周市草木繁盛花团锦粗 他父母当初买下这幢别墅的时候 捡了个大便宜 但是可别忘了那句话 便宜没好货 大眼妹的妹妹小萝莉 似乎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小萝莉说那树后面正人 她说这是她的家 让咱赶快搬走 大眼妹说开什么国际玩笑 甭瞎胡闹了 到了后围 大眼妹正在复习功课的时候 一个瘸着腿的男鬼 突然从门口一晃而入 把大眼妹吓一跳 她好奇地跟过去一看 发现男鬼钻进了小萝莉的房间 并且关上了门 紧接着从屋里就传来了小萝莉的尖叫 把她和她爹妈当时就吓吊了 三个人冲进房间一看 发现那男鬼引不见了 12年之后 已经在曼谷工作的大眼妹 接到了老家亲戚打来的电话 说她爹妈在一场车祸中 不幸遇难领了后拍 大眼妹一听当时就懵了 急忙带着男朋友龙浩哥赶回老家 昔日的小萝莉经过十几年的发育 已经变成了人见人爱的小甜菜 之前大眼妹的爹妈和妹妹 一直住的是她爹地公司的房子 现如今她爹地一死 这公司把房子也给收回了 大眼妹无奈 只好带着妹妹搬回老房子 小甜菜说 咱那老房子有不干净的东西 弄不好咱姐俩全都在嗝的屁 大眼妹说什么鬼呀 全是房间迷信 三个人回到家 见到了园丁胡子叔 这胡子叔可是老员工 之前的房主雇佣的就是胡子叔 活好话少饭量还行 整个雅家大东南兆 胡子叔说人死不能复生 你们节哀顺便 该吃饭吃饭该扯淡扯淡 爹妈嫁喝西游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这大眼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盘踞在别墅里的鬼一看可不看 上去就给大眼妹来一扫党腿 幸亏龙浩哥眼急手快来一公赌包 不然非得把大眼妹的门牙也磕到 整鼓完大眼妹 鬼又开始跟小甜菜开玩笑 把这井门当时就吓尿了 小甜菜说咱家真的有鬼 我看得见 大眼妹说咱别闹了 开什么过去玩笑 明儿我带你先到医院开点药 小甜菜说这都是科学 你可不能不信心 我很小的时候鬼眼就开了 你要是不信 可以去问著名的神婆冷淡姐 第二天那一早 三个人来到了神婆冷淡姐的家 冷淡姐说小甜菜五岁的时候 鬼眼就开了 什么吃美忘良妖魔鬼 她全都能看得见 这种超能力跟遗传有关系 也就是说 你爹妈他们活着的时候都能活见鬼 大眼妹说既然这样 那我也应该有这种能力 你能不能帮我把鬼眼打开 如果真能活见鬼 你们说的话我就信 如果看不见 那只能说明你们全是在下扯淡 冷淡姐说你可想好了 鬼眼一旦开启可就关不上了 到时候大鬼小鬼 可能整天都会找你打麻将 经过一个简单的仪式 冷淡姐帮大眼妹打开了鬼眼 大眼妹站起身 在屋里学木了一圈 可什么也没看见 大眼妹说你可别扯淡了 明天就跟我去医院 龙套哥走了之后 大眼妹突然发现 自己胳膊上出现了几道抓痕 看上去非常的吓人 于是他急忙来到了医院 在医院的大厅里 他遇见了一个浑身是伤的小女孩 小女孩说这是我爹奏的 那孙子真是个亲手 一会儿麻烦你告诉我妈咪 我其实还是很爱我爹地 大眼妹看完病来到大厅 发现那个小女孩已经不见了 她来到小女孩妈咪龙套婶这个年 说你闺女让我转告你 她还是很爱她爹地 龙套婶说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闺女今天早上已经交了饭票了 大眼妹一听当时就瞎叫 然后这姐妹分别在卫生间 大厅和地下扯户 遇见了三位风格迥异的鬼 长得是一个比一个难看 把大眼妹吓得是花枝乱颤 大眼妹回到家 说今天我可算是活见鬼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小甜菜说这些鬼 之所以找上我们这些开过鬼也 是因为他们还有一些心愿味道 咱只有帮助他们完成了心愿 他们才会走进鬼公关 回到阳王爷的身边 到了后半夜 大眼妹突然发现家里来了三个鬼 一对夫妻带着个小状态 这三位连拉带拽 可把大眼妹给吓坏了 这一严三口吓唬大眼妹 尤其吓唬小甜菜 把这姊妹俩全吓尿 折腾得一晚上都没睡成尿 第二天那一早 姐俩急忙去冷淡姐家咨询 冷淡姐说那些鬼都跟你说什么了 大眼妹说他们一直念叨这房子 不知道是啥意思 冷淡姐说以我的经验来看 他们是想上你的身 利用你的身体完成他们的心愿 随后冷淡姐跟着姊妹俩来到了别墅 冷淡姐掏出高科技状态 说顺时针代表正气 逆时针表示邪气 你们家就是个活地狱 明显是个不强之地 龙套哥说大姐 我跟你请教个学术上的问题 这鬼和鬼之间能看见 冷淡姐说有的能有的不能 那种不知道自己已经领盒犯的看不见 接下来到了紧张刺激的招婚通灵时间 原来这别墅之前的主人是一家三口 一天晚上 窃贼来别墅偷东西的时候被发现 窃贼情急之下 把这一家三口全给杀了 冷淡姐说这一家三口 不愿意让你们住在这 你们要是不走 他们就会上你们身 然后利用你们的肉体去找凶手包装 大眼妹说我穷的兜里蹦字都没有 你让我往哪搬呢 冷淡姐说还有一办法 就是我们引导他们去自己的世界 不过这得通过一个仪式 才能打开进入他们世界的入口 接下来冷淡姐举行了 打开灵界大门的仪式 哎呀 要说冷淡姐这业务能力是真强 通灵招魂送合幻 降妖服摸大宝剑 就没有他不会弹 果不其然 时间不大就有了病 大眼妹很快就被那一家三口附了身 被附身之后的大眼妹 当时就六亲不认 幸亏冷淡姐法力高强 把大眼妹固定在这床上 不过这三个鬼也不摆给 当时就跟冷淡姐和小田菜交上劲了 在这个过程中 冷淡姐和小田菜吃惊的发现 原来那个窃贼不是别人 正是原厅胡子叔 被附身的大眼妹挣脱之后 马上就去找胡子叔报仇了 这胡子叔当年之所以要到主人家偷东西 是因为这家的男主人即刻网友历子 仅仅因为胡子叔没有把花草照顾好 他就不给胡子叔开工资了 为了给老婆看病 胡子叔向男主人苦苦的哀求 然而并没有什么拦用 走投无路的胡子叔 只好冒险去主人家行情 没想到刚进屋就被发现 情急之下 胡子叔气力咔嚓 把这三口圈杀 最终三个鬼利用大眼妹 把胡子叔给干掉 折腾完大眼妹 鬼又跳到了小田菜的身上 冷淡姐说如果想救姐妹妹 你就必须到灵界去把她接回 但你一个人去可不行 必须得我鬼陪着你去 这个鬼就是你男朋友龙套哥 原来这龙套哥 之前准备到医院 看她爹地的时候 不幸被汽车给撞死 但由于来得太突然 她自己都没发现 自己已经领了合患 随后大眼妹和龙套哥 来到灵界 醉人的霓虹 衬托着女鬼们的妩媚多情 简直是浪漫的不行 经过一番折腾 在龙套哥的帮母下 姊妹俩终于逃了出去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情 人鬼疏徒两条道 没事不要瞎胡闹 如果你敢瞎学末 到时准把你查尿